接下來上來叫曲面鏡 鏡子的面不是平的是彎的 叫曲面鏡 有的叫做凸起來的叫做凸面鏡 凸面鏡的成像鏡子叫做正立縮小虛項 正立縮小虛項 接下來正立縮小虛項 它看起來東西比較小吃 帶來的好處是可視範圍比較大 它能夠觀察到的範圍比平面鏡大 就是它利用的原因 像我們的汽車的後視鏡 還有路邊的像後面這個 這個是路邊那個 路邊會立在路邊 那你可以看到另外一邊的車子狀況的 那就是這個凸面鏡 然後這旁邊的汽車的照後鏡 你們汽車的照後鏡、後照鏡 其實本來就是曲面鏡 就是凸的 可是有人覺得它不夠凸 就是它看著它範圍不夠大 所以另外要買一個三樣具 另外要買一個三樣具 那它可以看得更大一點 更廣一點 看它更多一點 這是好處 壞處它會比較小吃 不要這樣講 什麼壞處什麼壞處 就是人會認為啊 東西比較小 比方是東西比較遠 所以你的距離判斷會出錯 你會以為它離你還很遠 其實沒有那麼遠 其實還遠 所以在這些都是 凸面鏡的利用 就是利用它 這些都是利用它的可視範圍比較大 還有一些什麼便利商店 什麼商店 會在那邊立一個這個鏡子 幫它監視一下 有沒有在那邊偷拿東西或幹嘛 不是用攝影機 是用這個來看 OK 大家可以看到比較短範的範圍 這都是凸面鏡的運用 都是運用 它的可視範圍比較大 可視範圍比較大 OK 承回向到正力縮小虛項 可視範圍比較大 這是凸面鏡的成像 好 就是利子 那A就是凹面鏡 凹面鏡呢會成為 焦點外會成導力實相 焦點內會成正力虛項 那至於是放大還縮小 就會有一點點不一定 有一點點不一定 導力實相的時候 有些會放大 有些會縮小 所以我們沒有給你 它放大還是縮小 OK 焦點外會是導力實相 焦點內會是正力虛項 正力虛項 放大縮小暫時不提 因為它不一定 在那個焦點外 導力實相的時候 有的時候會放大 有的時候會縮小 不一定 好 所以我們不討論 只當作每一回事 忘掉它 然後呢 化妝鏡可以做成凹面鏡 會看得更清楚 像這樣 變大 照一張臉 就把眼鏡 一個雀斑放好大 讓你可以看得清楚 喔 這邊有個青春痘這麼大的 只要緊腳好緊 OK 讓它面比較大一點 所以要做 還有一個地方有凹面鏡 因為我們後面要遭到凹面鏡 會把光線匯去 你在學什麼東西 有個鏡子 是要把光線匯去的 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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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好像現在顯微鏡 只要一遍這玩意 現在有個光圈 反光的反光鏡 不過現在顯微鏡好像 不用這個東西 自己會把光 自己會把光 好 有一個特別的凹面鏡 叫做拋物面鏡 它的凹是一個拋物線 轉一圈的拋物面 這種拋物面鏡有個特點 什麼特點 如果光線像這樣子 上面圖顯示的 平行主軸的 就會匯聚到焦點上 會集中到焦點 剛剛跟你說過 光可以倒過來對不對 從A到B 那就B就到A嘛 所以如果反過來 從焦點出去會怎樣 會平行主軸 從焦點發出的光 會平行主軸 所以平行主軸的光 會在焦點集中 那麼從焦點發出的光 反射後 會平行主軸 然後就可以利用這樣的性質 做了一些應用 用這個線做了一些應用 看我是要把光線集中呢 還在把光線平平的直直的送出去 然後就有不同的運用方式 所以我們要交一個凹面鏡 是個特別的凹法 拋物面鏡 這有特別凹法 這套拋物面鏡有什麼特別 它平行主軸的光 會匯聚到焦點 它從焦點發出的光 會平行主軸 這是它特殊的凹法 特殊的線下 特殊的性質 由這個性質就產生了一些應用 像這樣 我希望這平行光帶在焦點上 主要就是這個太陽 我們法國人做了一個 讓它光線平行主軸射進來 集中到一點上 就好多光線集中就變得很熱 然後就可以來做一些事 或者是你看到那個 上面有一個無線電接收器的塔 做成一個拋物面 讓它進來 然後集中到焦點 從那邊收到訊號 這叫做平行主軸通過焦點 倒過來 通過焦點會平行主軸 車頭燈 探照燈 讓它平行射出去會射得比較遠 可是因為拋物面不好做 所以有時候會圓的球型來代替 如果做成球它的效果就比較差 效果就比較差 這樣子 探照燈 車頭燈之類的 就是 從焦點主軸的光線 會變成平行主軸 它的應用 它阿靜就是 特別凸或特別凹 有的地方凸有的地方凹 那因為它會變形 所以呢 就會產生一些有趣的效果 像這樣 左手變成要凹面鏡 就會看起來怎樣 稍微 形狀不一樣 旁邊要凸面鏡 旁邊要凸了 要不一樣 就變了 這個是純粹凸 這是純粹凸跟純粹阿 但如果你做成油邊凸 有沒有樣子 有大有小有大有小有大有小 變成變形 變成這樣子 所以 這就是 阿靜的實力 就是 跟你提一下就可以了 好 重點就是 拋面鏡中的拋物面鏡 平行主軸會匯聚到焦點 從焦點出去的會平行主軸 了解它應用的一些狀況 就可以了 可以嗎 可以